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人说他是因为迷路了才来到我们村的 总之他的来历一直是一个米 他来到我们村里 村长收留了他 给了他一份工作 从此他就在这里扎下了根 他人长得很英俊 个子也很高 为人也很好 他一直都是一个人 我们也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妻子 村里面一些爱管闲事的大妈们经常拿他来找乐子 有好多人都给他介绍对象 不过最后都没有结果 在三十多年前的一天 一个单身的男人突然有了一个儿子 我们问他这是谁家的孩子 他说是他自己的 一直不肯说出这个孩子的来历 知道那天他喝醉了 我们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捡过来的 从此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去相过亲 自己一个人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 并告诉我们不要让他的孩子 知道自己是捡来的孩子 他想让这个孩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 从此以后 我们便在也没有提过此事 他对他的儿子特别的亲 把儿子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要 他的儿子也特别的懂事 也很争气 从小学习就特别的好 他的儿子是我们村 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当他知道这个消息后 他比他的儿子还高兴 见谁就开始夸自己的儿子 说自己的儿子有出息了 说儿子要到达城神里面去了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村里面传开了 他儿子去上学的那天 村里面有头有脸的人都去送他了 王大柱特别的有面子 儿子出去上学了 回家的次数也就特别的少 只能和父亲在电话里面说说话 这种学校与您的专家是分其养 Wake ça了 说话 我们来说学校专家和大柱特别的尸体 这种状态 我们来说出联系的次数要是数字构 这个顺便是我们的尸体 在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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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讙的结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